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但大家看到这个版面 看到Fergis那个像 就知道今天又是转载Fergis Time 小弟声音演绎一篇Fergis Time的出色文章的时候 这篇文章是有一个主席坚持带领曼联参加欧冠 Fergis Time是这样说的 上星期曼联作为12支推动欧超联赛球队之一 经历过高低起伏的一个星期 虽然事件迅速由曼联退出欧超联作为总结 暂时不过一时激起千重浪 事件重新激起曼联球迷对格拉沙家族的厌恶 而且曼联会否因此而被英超赛会 或者欧洲足协的惩罚也不得而知 不过肯定的是 副主席霍华特为此请辞 会在今年内离职 事件令人想起65年前 当时曼联的主席哈冷 Hartmann 如何推全外界压力 带着曼联参加欧洲冠军球返杯 以当时可али 그럼又如何影响曼联 首先介绍哈敦的背景 他本来是一个球员 也是律师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效力过爱博顿和曼联 诗实前锋 没 104代代表过英国队贏了100 aux mai 2008 在20000擔任曼聯主席 直至1965年去世為止 在赫文擔任主席的14年間 曼聯贏得四次聯絡冠軍 以及一次獄盃冠軍 赫文離世後 曼聯主席一直由 路易斯愛華士擔任 歐洲冠軍球會盃在1905年成立的時候 賽會邀請了當屆英格蘭冠軍車路士參加 原本車路士已經準備應戰 經過抽籤後 確定了第一圈的對手是瑞典的佐加頓斯 但後來英格蘭竹種極力反對 原因是擔心參加了歐洲賽事的球盃 會分心而忽略了本島的賽事 影響了聯賽和竹種盃的可觀性 所以經投票後一致反對 英格蘭球會因此缺席了第一屆的歐冠 而蘇格蘭的起八年成為第一支參加歐冠的英國球隊 因此亦要相隔44年 直到1999年才能首次參加這行的賽事 50年代曼聯在不時比爵士執教之下 成為英格蘭的競女 贏得1952 56 57的聯賽冠軍 藉著1956年的聯賽冠軍身份 曼聯被邀請參加 195657球櫃的歐冠 當時47歲的不時比爵士認為 曼聯已經清白本島球壇 因此要跟歐洲巨強的球隊 對女才能夠提升球隊的實力 這亦是未來球壇發展所在 所以他堅持接受 邀請參加歐冠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當時的主席 赫文 赫文同意曼聯一眾年輕球員 會因為參加 高水平的比賽而有所提升 當然歐冠比賽亦可以增加門票收入 所以他無條件支持不時比爵士 現在奧脫福的南漢台 亦掛有這段歷史 紀念著曼聯首次參加歐冠的背景 不過要參加歐洲賽 曼聯要克服兩大難關 第一 歐洲賽事周中的幻想舉行 當時曼聯奧脫福沒有射燈 因此不適合萬間比賽 所以曼聯要參加歐洲賽 就要向鄰居曼城借用 Main Roll 免恩 路球場 作賽之用 第二個難關就是要面對竹種的反對 就像前一年的立場一樣 竹種不贊成曼聯參加歐洲賽 不過赫文和不是比著事 頂住了竹種的壓力 執意要將曼聯帶到歐洲賽場 為此 兩人和竹種的秘書 萊斯 和歐洲足協的官員 開了一次會 明確表示 竹種在法律上 無權阻止曼聯參加歐洲賽 因此曼聯的董事 曼聯董事會禮貌地拒絕了竹種的勸注 曼聯因此成為首支參加歐冠 的英格蘭球隊 而赫文和不是比著事也證明了竹種的顧慮是多餘的 曼聯第一圈就以12比0淘汰 比利時的安德里茲 其中主場10比0的勝果 亦是目前為止曼聯最大的勝仗 要知道安德里茲是比利時的頒霸 曾經在54至56年 奪得聯賽三連冠 曼聯的表現震驚了歐洲球隊 之後再淘汰多蒙特和不以包 第一次參加歐冠打入四腳 只是在準決賽兩回合 3比5不敵最終冠軍黃加馬德里 而行人止步 不過歐洲賽的表現並沒有影響 球隊在本土的成績 曼聯成功衛免冠軍之餘 並在聯賽兩分制的情況下 以8分拋離第二名的熱詞 而竹種姆亦打入決賽 只是大部分時間10日影子之下 1比2不敵為拉 不過赫文當初堅持參加歐冠的決定 令到曼聯經歷了1958年的 暮尼克空難 成為球隊歷史上一段悲慘的時刻 赫文和博士比賽 也要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才能重建球隊 大三年之後 曼聯再次遇上 首次歐冠冠軍 讓曼聯站在歐洲致電 成為真真正認的歐洲競女 可惜赫文未能見證到這個成果 非常出色 亦都非常好的文章 就說了這一段歷史 我也借題發揮一下 我想說 大家可能會問大巴 為甚麼上一次 我們 赫文和博士比賽 堅持要去歐洲踢球 我們曼聯球迷又贊成呢 這次歐洲超級聯賽 為甚麼我們曼聯的球迷又會反對呢 兩者有一個極大的分別 第一件事就是當時的歐洲 冠軍球會盃 就是真的要 贏了本地的聯賽冠軍才有資格 而 剛剛這個星期說的歐洲超級聯賽 正正就是相反 有12間球會 或者有15間成立的球會 永續 永遠都有一踢 這個我想 在歐洲足球界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 接受不了的東西 因為 無論是我們的球員 班奧菲蘭迪斯 或者很多其他球員都是這樣說 我們的 資格 或者我們的成績 是我們要自己 賺回來 辛辛苦苦拿回來 才是有這個歐聯的資格 或者歐洲賽的資格 這是我們期望的東西 就不是說年年我無論踢成怎樣 怎樣也好 我也有份踢 這是一個重大重大的分別 第二就是 當時 竹種 都是有反對 而歐洲足協 當然很想我們加盟 即是踢 當時來講 但這次來講 分別就是 無論是歐洲足協 國際足協 或者英超 甚至乎 英格蘭的足協 全部都連成一線 所以這個也是 為何當時我們要排除萬難都參加 而這次來講 我們作為球迷 非常反對 的一個原因 當然 我都講過很多次 無論是 英超 歐洲足協 國際足協 英格蘭足總 其實全部都是 說錢 不要以為 他們就很高尚 我都講過一句 說話 沒有誰比誰高尚 但是 那個 是不是叫胡蝶效應 我也不太肯定 但是一個叫by product 一個 資生出來的後果就是 現在 歐洲足協 舉辦的歐聯 大家都知道 2024年 亦都會有一個改革 而改革的Swiss model 以及 由明明小組 六場 增加到十場比賽 這些改變 亦都是跟足球的傳統有少少不同 亦都開始發酵了 因為無論是利物浦的領隊高普 或者車道士的領隊杜曹 都開始說 大佬又多做幾場勾聯 怎麼撐 而歐洲足協 的會長 Surferin 亦都反撲 他說 行 我們為什麼要搞那麼多東西呢 有那麼多花神呢 就是因為 因為現在又停賽 又沒有球迷 這件事 搞到很多球會 收入少了 所以我們就做這些改變 希望是幫助球會 他的意思就是 多點比賽 就多點收入 當然 除了球會多點收入 歐洲足協也多點收入 但是問題就是 而高普或者杜曹 或者其他領隊 好像哥尼奧納也有說 就是 有沒有問過球員 有沒有問過領隊 一季踢那麼多場球 一個人 能不能撐 那麼 Surferin 歐洲足協會長 亦都再反撲 就說 OK 你們既然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麼你們要預備減薪了 無論是領隊或者球員 老老實實 你問我的話 說到這裡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 一起減薪 歐洲足協的官員 球會的領隊 球會的高層 球會的班主 球會的球員 全部減薪 成功 這樣就能解決到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相反地想 OK 今次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拜拜